队长 快看 那里出什么事了 走 咱们过去看看 出什么事了 这有个人 你说 都往后让让 我们是警察 这不是三黑的吗 死打金刚 只剩下两个人 班长 怎么办 你和警方继续去燕门 我们几个先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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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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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还没灭呢 快说 二帖子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呀 找几个人上来 刑导队 怎么回事 这是祥瑞集团 祥瑞集团怎么了 谁杀人关局都得管 二帖子呢 当然在屋里了 二帖子 不 郑部长去哪儿了 好像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出去了 胡说 这烟还在这儿没灭呢 怎么可能出去一个小时了 你说清楚了 郑部长 是不是一个小时之前出去的 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出去了一次 后来又回来了 在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听着 二帖子有重大犯罪嫌疑 谁要是包庇他 就得追究刑事责任 三黑子了 怎么没见他呢 对啊 三黑子呢 那不是孙师兄弟的车吗 对 咱们接住他 会不会开车啊 怎么着 要抓我们呀 差不多 有一个人 想让你们哥俩看看 什么人呢 在哪儿了 请跟我来吧 你们认识这个人吧 这不是三黑子吗 这是怎么搞的呀 谁干的 这么说 他是你们公司的了 是啊 他是三黑子 是我们集团保卫部的副部长 他应该在燕门呢 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这正是我们要向您请教的 那 那我怎么知道啊 你们应该赶快调查破案 我们详瑞集团 你说这是怎么了 这是 二位 我恐怕 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 什么 你们原来的属下 蒋四已经受害了 而害他的人 正是这个死去的三黑子和二帖子 有这种事情 那你们赶快抓住二帖子 别让他跑了 他已经逃跑了 跑了 我明白了 三黑子肯定是二帖子杀的 这 这让我说啥好啊 你们赶快抓住二帖子 把他事情弄清楚 我们香水集团 可背不起这黑锅 你说 这一切和你们一点关系没有 当然没关系了 谁知道怎么回事 老 不能这么说 怎么能和他没关呢 最起码 咱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 现在我明白了 一切都是冲杂响水集团来的 这里面有重大阴谋 范队长 请你一定要查清楚 可是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呀 哦 对了 你们这是 其实啊 我们也决注不对头来 特意回燕门看看 别闷着 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难道 二帖子能为谱先知 你们刚一行动 他就跑了 是啊 既然抓他的时候 烟头还找着 说明他刚逃走不久 他又是怎么知道 你们要去抓他呢 还有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 蒋色的长生地 但是 在我们到达之前不久 他却被人杀了 黑山煤矿也同样如此 在我们没有到达前 贺老六就接到 孙氏兄弟的电话 那么 孙氏兄弟是怎么知道 我们的行动呢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 很明显 有内奸 有人通风报信 那你说谁是内奸 他就在我们中间 我觉得 我们对李松有问题 在我和李松 沈蒋四的时候 我因为接电话 曾经离开沈进水片科 当时就只有他和蒋四两个人 在神性实力 之后就出事了 最近这个时期 他也总是鬼鬼祟祟的 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所以我怀疑 他和祥瑞集团有关系 他们在出发前 我才得到消息 再玩一步 二铁子 就被堵到屋里了 这事做得好 大全啊 今后二铁子恐怕是指不上了 你就多收来了 谢谢大哥的谢 我还顾问你 我怎么会链得好 我还顾问你 你应该是那个 你应该是那个 我只能不愿意 我必须 你 大哥 你什么事都替我想到了 我真是 你别说了 大哥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拿着 大哥 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好 在 今后 你可要多操点心呢 香蕊集团再也不能出事了 大哥 你放心 好 大哥 郭瑞啊 现在 我总觉得 咱们香蕊集团 要有一结 大哥 你是说 你别怕 这些年 咱们风风雨雨经过多了 这一回一定能够多 只是 要分来小心 可是 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中安队住在燕门盯着咱们 我担心 怕又有大事啊 所以 就绝不能让他们盯住咱们 把所有的漏洞都堵上 堵他个言言实实的 而且 要以功为首 把咱们过年来建立的关系 都用手 不得了 让我终安队一举一动 让他们不得安宁 大哥 你只说 刘孟阳 这件事 我办得差不多了 你放心吧 差不多 不行 必须彻底的搞定他们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刘孟阳 需要的是这个 孟阳 拿着 抓紧犯 该住院住院 先保着人来说 大哥 我这些日子呢 心里边老打鼓 这一笔一笔的钱 到底哪来的 我心里不脱底啊 你有什么不脱底的 我不是早的跟你说过 这钱 是我一朋友的 人家听说你们家这事 非常同情 就愿意帮你 并且再三的嘱咐 这钱 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没有 就甭还 千万别放在心上 不行 这个钱我不能收 天下没那么便宜的事 这钱不好花 李松可能真有问题 蒋色逃跑那次 他带着手铐 却把个大小伙子打伤了 还抢走了枪 这事越想越不对头啊 魏雨昕也不太可靠 我觉得他这个人 阴阳怪气的 这个行良也得注意 他这个大队长挺油的 反对 咱们在审蒋色时 不就是他非要让咱们休息 蒋色来逃跑的 这么说 咱们在燕门就没有信得过的人了 李志队 蒋刚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 二帖子跑了 那现在还没消息呢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 准备在燕门住些日子 有事吗 有 不是好事 贺老六把你们给告了 贺老六 他告什么 告你们搞逼供信 逼着他要孙国瑞 他这是胡说八道 你让检察院来查呀 我可以当面跟贺老六对峙 你让他说 我们怎么逼他了 行了行了 越瞄越黑 不过我觉得这是个信号 贺老六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 恐怕 这后边还有大的阴谋 你们有点思想准备 你放心 这点压力再顶不住 我们就不是中安队了 局里这边的压力我顶着 你们也不用顾虑那么多 这要拿出确论证据 把案子给破了 看他还说什么 好 那就这样吧 再见 你 我说二弟啊 今后你这毛病啊 一定得改 别像咱们从前似的 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的 就说这次吧 从表面上看 是讲四儿惹得慌 其实呢 也是和你有关的 你说是不是 算是吧 我跟他说过 教训一下秦政就行了 谁想他把人给撞死了 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家产 为啥还贪着险事呢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背后很多人骂 咱们是黑社会 这是啥名声啊 啥名声 我看这样挺好 我说你怎么还不接受教训呢 威风是威风 可掉脑袋也快啊 就说你这次惹这事吧 整根坏了咱们全盘的棋啊 咱们得下多大的力气 给平下去啊 大哥 要不然把二帖子也做掉 胡说 他是帮咱们打天下的老弟兄啊 这样做 还有谁跟咱们呀 做掉蒋四儿 那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 三黑的也死了 这是多大的损失啊 一想到 一想起来 我就心疼啊 如果再把二帖子做了 别的不说 大拳子都得别急你 这 大哥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你用脑袋好好想想 现在咱们关键是对付重安队 不是别人 大哥 我脑子不如你好使 你就把你心里话都说出来 我倒是有个主意 得找一个豁得出去的人 而且是越快越好 睡了 是吗 帅哥 民间我想建议你的朋友 不管他是谁 只要能花钱跟我媳妇通手心 给你造大这个朋友 那好 明天我有个意见 你能告诉我 我男朋友是谁吗 这个人你认识吗 谁啊 孙国瑞 谁 孙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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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做呢 我不能花他钱 她的钱怎么办 她的钱你早花过了 实话跟你说 这段时间给我妹妹治病的钱 我都是跟她借的 大哥 你怎么那么干呢 又能瞒着我 瞒着你 人家那是花钱救你老婆的命 还瞒着你 咱们得感谢人家才对啊 大哥 我们现在正查一个案子 他和我们这个有牵连 我们在查他们 那就算了 那有的人 不就是借着查案子的机会 收钱啊 还别说你这案子 跟人家不一定有钱 即便有 要我说啊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不信 我这话放这儿 咱们走了 大哥 大哥 你是夜门的老妇啊 你说 这孙氏兄弟到底是什么 什么人啊 我早就说他们是坏人 坑蒙拐骗 那什么事他没干过 光人命 就不止一条了 我这不明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家可过得好好的 兄弟 你得转变关键 破案要分清对象 有的案子得破 得抓紧破 有的案子 就不能破 行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说什么都成 只要把我妹妹那命保住 病治好了 怎么说都成 孟洋 你就听我的吧 跟孙氏弟兄作对 没有好结果 就说这案子 你们查多少天了 查出什么了呢 我是为你担心 再这么查一下 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 不是 你是中安队的纳静云同志吗 是我 哪位 我是谁你不用管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但是必须和你面谈 你是谁啊 到底有什么事 二帖子的下落 你要是感兴趣 就马上到二道街路口来 我只等你二十分钟 不感兴趣就拉倒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人多了 我就不露面了 喂 喂 怎么回事啊 有人想见我 说他知道二帖子的事情 奇怪了 这人是谁啊 他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码 走 咱们看看 犯队 可是他说了 只见我一个人 如果有别人的话 他就不露面了 谨慎点 保持联系 您要的水 谢谢 小娜 这么晚你去哪儿啊 有点事 我和你一块去 不用了 静芳 他说了只见我一个人 你还是下去吧 静芳 静芳 也许 我现在说这些话 不太是时候 但是 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 静芳 我本来应该一个人去的 你既然要跟着我 又不跟我说话 要不然你还是下去吧 我听着呢 我这个人 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平时对你 也不够热情 不过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只是不想说出来 是我太任性了 经常自己骗自己 但后来才发现 留在心里的 还是你的影子 真的吗 现在不说这个好吗 你去感受吧 你不是去二道街吗 前面就是了 那个人在哪儿啊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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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睡吧 哎呦 我能力 你睡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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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警察 拥号好说 快哟 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 iOS 报手 不是警察 报手 不是警察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需要来 放开 我 不是警察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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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力 把你损 Peng 放开我 你怎么办 你算报手 compression 差给你打了 你打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放手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警察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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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打伤了 快拿好 千万别碰消息 我等一下 别担心 太常事了 快 快 不用担心 好 好 Una 你怎么解释 那要看你们听谁的了 这怎么回事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撞伤了人不救人 我们跟他讲道理 他还掏枪打人 你们到底相信谁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们是有一条信 这就是个阴谋啊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都说人民警察爱人民 可他这个警察也太凶了 二话不说 罩着我的肚子就是一枪啊 我没有罪 你们不能只凭他们 一面之私就拘留我 那京云 这么多人指控你 受害人又受了重伤 可以说是证据确凿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 请你配合 走吧 我们orrodo 猪派 肚子 不要 可以 这是 了 站 好 厉害 李支队 范队长 我没有罪 请尽快把我的枪送到技术支队去检验 小娜 小娜 你不能去 去那儿的应该是她吗 你们就这么看着她被带走吗 她是被人陷害的呀 我们不能让她走 她是无辜的 她是一个好警察 她是被人陷害的 你们不能抓她 金方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把一个和恶势力作斗争的好警察 送你看送出我 我冷静得了吗 小娜 小娜 你放弃 我一定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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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我一直在你 快点 我还得到你 我看到你 你ق来…… 我去医院 太痛快了 现在他们肯定是焦头烂额 再也顾不上咱们了 大前 虎子十万 挨撞的给五万 所有参加的弟兄们 每人两万 好的 没问题 对了 虎子怎么样了 没事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虽然是重伤害 也只是把藏子穿了个眼 做完手术 没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事办得还挺顺 咱们得好好地利用一下 我一定会先找到 我认客 对 我认为我们 他的傷情怎麼樣了 你是他什麼人 我是警察 因為我的一個同事 因此被刑事拘留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些不正常 是有些不正常 既然是近距離開火 居然沒有形成貫通傷 您是說 我是說像這種情況 本應該形成貫通傷 可是這次子彈卻留在了肚子裡 醫生 您還有沒有發現 其他什麼不正常的地方 還有就是血出的不那麼多 按常理從中槍 到進入手術室這段時間裡 傷者應該出很多血 可是這個人卻很反常 血出的不多 連衣服都沒有石頭 小人都是沒有解釋 對 我這裡有兩個人的地點 那邊就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而是 我要不再去 如果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你們要去做一點點 就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就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實際上 不是 不正常的地方 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我還會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哥 孟阳他叫这脾气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我也是这个脾气 老徐啊 我和孟阳单独聊聊 好 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和我交朋友 这东环市那么多人 那么多警察 为什么非找我呀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 你说呢 你说交朋友为的是什么 这个说不好 还是你说吧 我觉得朋友之间 就是要互相帮助 你说是不是 互相帮助 这个你们可能找错人了 你们跟我交朋友 只能你们帮我 我能帮你们什么呀 那不一定 我们需要你帮的地方 多了 那你说说 我哪些地方可以帮你们 看看我能不能帮 如果不能帮呢 我就告诉你们 免得将来你们后悔 刘某阳 你怎么回事 交朋友互相帮助 也不是做买卖吧 得了 你没把我当朋友 我也没必要大热脸 贴你的冷屁股 我把钱扔到水里 还能听到响呢 我干嘛非把钱给你呀 钱我带来了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 你要认我做这个朋友 钱你拿去 给你老婆动手术 你要不认 你说句痛快话 咱们各奔东西 来 孟洋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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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洋 你放心 我认了 我明白 你们绝不会白给我这么多钱 我刘某阳呢 也是条汉子 也绝不会白花你们的钱 今会有什么事儿 尽管说话 我觉得没有二话 哎 我听说不少当官的 都是你们的朋友 我这一小警察算什么呀 结果以后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 哎呀 可别这么说 恐怕啊 你帮的比他们的都大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有什么事儿 知一声 你家的事儿 就是我家的事儿 我这媳妇的病治好了 也就没什么事儿了 哎 孙国祥 叫你大哥为什么不来啊 你这么做是不是他的意思啊 啊 当然了 大哥 主要是怕你担心 他说 改天 专门请你喝酒 嗯 来 行了 该说的都说了 我得走了 好 时间长了让别人知道了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 改天再聚 好 再会 哎 孟洋 你忘了件东西 好 我打下收条吧 什么话 我从来没说过要你还这笔钱 我还有一件东西 很重要的事儿 你觉得石家 松下 你得信他 你得信他 你带来 你找到对方 自己找到对手 你带来 你找到对方 总统 我带来 只是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拿去吧 大哥 你把我害了 你说什么 跟着他们 哪天飞栽进去不可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是要交上老孙姐哥们 今后 你是要风有风 要雨有雨 怎么能栽进去 要不你把这钱 给人退回去 把以前借铁还上 省得我害你 我说那么奇怪 以前没见过 你有那么仗义的朋友 看来他们早对我下上功夫了 你也别什么事都往坏处想 其实没什么 无非是有事的时候 你照顺他们一下 换队 你从哪儿得到这个情况 我有个表弟在行锐集团工作 叫齐鸣 是武大全的首相 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 他可靠吗 可靠 他虽然在行锐集团工作 但是并没有参与做坏事 平时和武大全关系出的也不错 这个消息就是从武大全都听说的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呀 班队长 我实话跟您说了 我非常痛恨这个孙氏兄弟 他们在老百姓心中那就是一方恶霸 连我们警察他都不放在眼里 我把我表弟安排在祥瑞集团工作 就是为了掌握他们情况 有朝一日好收拾他们 你跟刑大队和卫队长说了吗 没有 我信不过他们俩 所以才向您报告 犯队 您可得替我保命啊 先生 제로我们 您把网友 figured out 所以呢 我心愿者 三 二 三 四 大同志 真想不到啊 在这儿遇到你 行了 你还是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 真难为你 都到了这地步了 你还做我的工作呢 你想想 在他们手里头有两条人命 那想灭我 我不跟财死一个马尼一样 我敢说吗 看来 你还是知道一些内幕的 我当然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可知道又能怎么办 在燕门跟他们斗的 没一个有好下场 你不就是个例子吗 看来 你干的事 都是听他们的命令 你翻供也是受他们指使的 你寻思呢 只不过是在这儿我跟你说 那到法庭上 我可什么都不承认 跟你说我心里也不踏实 你以为警察都会有警察 你们当中 也有孙师弟兄的人 你是说我们中央队 也对又没有 我不知道 不过 燕门跟警察队 肯定有他们的人 你快告诉我 他是谁 怎么着 想透我的话立功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 好 好 孤单的你为什么会哭 眼泪它看起来并不幸福 碎了的心谁来安抚 让悲伤从记忆里消除 迷途的你为什么会哭 背影它看起来有些模糊 是不是你感到无助 相信我你不会再孤独 忍着来人的痛 抗着难抗的哭 为正义敢把热血赴 不怕的山重谁有福 不怕的适应还是输 舍一生 终于不在乎 好难啊要做大招呼 为这人间的悲情没有落幕 好难啊要做大招呼 问天问地问心 无愧我的父母 好难啊要做大招呼 好难啊要做大招呼 问天问地问心 无愧我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